不然因为它预设字都太小 所以你要Ctrl加就放大 Ctrl加 所以我建议你写成的字不要太小 不然眼睛 尤其是四十岁以后可能会老花 而且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老花 然后越来越早 三几岁就老花了 那表示说你可能就是眼睛要注意一下 好 那你会想说这两个怎么差别 其实这两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把这些叙述直接放在DF DF实际上就是一个function 在function里面被执行 我看一下 它写得很复杂 它把判断的部分写在这个function里面 那这个H的话实际上就传一个参数过去 所以它的层次下方是组层次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如果前面假设是请字号开头的话 表示是注解 所谓的注解就是不会被执行的部分 OK哦 所以当然不要你也把它删掉不影响 所以呢 它这个程式是从这边开始 那这个怎么开始呢 它会先input 所以你底下这边会出现什么 请输入年龄嘛 OK 然后呢 当你输入15的时候有没有 15 有没有 假设输入15 但是请特别注意哦 你想说老师为什么前面它多一个int呢 跟各位讲哦 因为input的这个函数哦 它其实得到的结果会是15的文字 那文字 它基本上哦 没有办法做比较 比如说你要比较大小 那15的文字它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它不会是有意义的 那怎么办呢 你变成一定要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没有前过双以后的15 就是把这个拿掉了 哎 那要怎么把这个拿掉变成一个整数哦 的15哦 哎 我看到 它答案就告诉你 int OK 所以呢 透过int这个函数 就帮你转型为一个整数的15 那再丢给这个h 所以h实际上是一个变数啦 这个变数名称哦 它是自己取的 如果你不叫h 你要a也可以 不过你a这边下面也要叫 全部都叫a啦 一样名称 好 丢给h储存 那你说老师那以前我学过Java 要宣告哦 为什么他们 哎 跟会讲 Python完全不需要宣告 因为以前光那个什么宣告 这我看稿很多人 哦 它什么宣告成什么形态 然后每个形态一大堆 光个数字就很多了 OK 没有 它有多大多小 空间现在都不用了 以前为什么要这么细哦 因为以前memory不够 所以要很节俭的用 你要小的你就不要太大 你不要开很大的空间 放太浪费 你才放一点点资料 你干嘛开那么大 OK 不过现在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以前的RAM可能几k而已 现在的RAM都几g耶 相差可能是多少倍了 所以现在没有memory的问题啦 也不是没有啦 当然应该没有 你的RAM随便都应该有个8g 16g 32g都有了 所以那个不是问题哦 那也就是把它丢进来之后的话呢 在这边写一个 所以哦 这边实际上是一个方选 那这个方选名称一定跟这个一样 有没有 他就把这个15的一个整数丢到这边 他就会丢过来给他 所以这边会丢一个15过来 有没有 那15过来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参数 因为名称一样 所以这边丢过来判断一下 如果他的这个数字呢 大于等于18的话 那关键字来了return return的话意思是把 这个文字丢到前面这边来 所以如果假的 因为我们是15啦 所以他应该不会跑这个逻辑 应该会跑下面逻辑 所以他会把未成年这三个字 return 丢回来之后的话 给这个reout ok 那这个reout里面的话呢 就会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未成年的文字 ok 所以哦 这个是整数嘛 这个的话是文字 最后的话把它print print的话呢 实际上就未成年 所以你会把他未成年就会 直接就丢到这边来 输出 ok 就这一个连锁的一串的意思 那你说老师 那我其实没有复杂 我干嘛写成方圈 对没错 所以哦 这地方真的是多余 根本没 你不需要 你看嘛 明明就是很平铺直去的 丢给我输出就好了嘛 你干嘛还要丢去给一个方圈 然后再丢回来 那你说 那以后如果复杂的应用就需要了 而且公司有些写程式的 他把它拆分了 我是写 主程式的 那我需要一个方圈 我就丢给专门写方圈的工程师 你帮我写一个判断年龄的一个方圈 你再把方圈丢回来给我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专注在他的工作 两者就可以分工了 不过前提是要很复杂 如果以台湾的那个 软体业 很多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 干嘛把它搞得很复杂 反而自己长麻烦 因为你拆越细 将来 一月要 会有问题 所以最后的话 如果你像我刚刚这个 Challie B 他得到的结果不ok 那你底下可以跟他讲说 不要 简单一下 我记得好像 写的简单一点 不要 直接这样 不要DF 看看 不要DF 实际上就是说 帮我把DF拿掉 我其实 不用讲那么复杂 我觉得他很聪明 Enter 看一下 不要DF 他马上跟你讲都了解 有没有 而且还跟你讲说 我们直接在程式中进行判断 不使用函数 有没有 太聪明了 而且这次修改后的版本 我一直有跟 好像有个那种 感觉好像是背后真的有一个人 这感觉是太厉害了 而且 背后还是躲了一个高手 这简直 你不用跟他讲太多 因为以前我们的想象是说 这应该没有那么聪明吧 对 没想到 不用跟他讲 所以我刚刚其实只有下一个叙述 不要DF 有没有 他就懂了 所以其实 而且他才刚推出没多久 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值得 去 而且未来 这影响整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革命 这个革命 我觉得可能不亚于网际网路的兴起 因为网际网路其实只是很简单的 很单纯的 有没有 但是这个不是很单纯 他其实延伸后面还有很多 他其实可以做 现在最近在推这个有型机器人 他除了在这边之外 他可以跳出去 而且现在他会讲话 对 而且他会讲 以后是不是你谈 假设你 另外一半是 这有啦 就是可以虚拟一个人 所以以后你根本搞不清 你到底那个人是真的人 还是假的人 像我刚刚都有一个 感觉好像是不是真的他躲了一个人 站在里面 可是不可能啊 如果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这样 他叫多少这么厉害的高手 而且他如果服务我 他要收多少钱 他没有收钱 对 OK 好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对于那个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这个课是比较强调 尽量就是 透过CHRGB 产生层次这个部分 至于细节 你们自己看好了 因为我刚刚有些同学已经有学过拍照 应该有基本概念 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待会我们再来看 底下 当然你们可以试试看JAMLINE 我还蛮推荐你们可以用Google的JAMLINE 或者是其他的亚马逊的那个Cloud3 这些都可以试试看 这些都可以试试看 或者Corepilot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逐一的带你们用 但是你会发现 慢慢你抓到谁的长处 你用那个 那就对了 好像有些地方我会用Google 有些地方我会用Corepilot 有些地方我会用Cloud 比如说写论文 你用Cloud 应该他处理长篇大论最厉害 如果像我要处理YouTube的 一些先程式 我会直接用JAMLINE 因为他们是同公司的 同公司的比较 或者是你要 那个什么 刚刚讲的GAS 那你用JAMLINE 应该那个是他们公司的 他支援一定是最多的 OK 所以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些 底下我们有一些 这个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另外练习题 你们可以试试看成绩的计算 底下有个题目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成绩 它Return回来的话 假设是80到100是A 70到79是B 60到69是C 然后不满 这个不及格的话是D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跟他沟通 你们试试看 这个也许就是一个劣迹敌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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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